点赞, 点赞 订阅, 转发 。 点赞, 连 转发 。 早安, 今天来到南州吃一样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我计算过一条数 这星期我每天都有鸡吃 我试试试, 导演跟我说 那店鸡油拌饭很好吃 加星哥强汉 那里有些鸡鹅鸭 有些农座,怎样都要去看看 究竟是否值得来的 海珠区 有个农座感的餐厅 去到才知道 闻得很香 有吗? 有吗? 有,鸡油吗? 鸡油的焦点 一进来就看到有个菜园 不是一个窩盆 没有太奇妙了 这里就是菜园 因为旁边有菜地 那些菜是我们自己的 然后那些鸡,鸡,鸡和鸡 都是我们自己的 可以拍一下吗? 你们喜欢自己拍吧 好啊 青菜来计算是你们自己种的菜 现在可以吃的是油蜜菜 是否验诈的? 不是 最近有时说 你拖死你吧 你这么会摆开葱事 你做活特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这是菜地一路种的 芽油蜜 然后真的有一片田农 不但自己一路走过去 这些鸡鸡啊 鸡鸡啊 各种 真是一个散养的状态 不但自己最重要的是 哎呀,洗手就在这里 吃鸡肉 上菜的时间是很久的 因为 看着 师傅 看着 煮鸡 吃鸡肉的味道 看起来是合理的存在 在这煮食物上来和上来之前 全过程都闻到香味 在这煮食物上来之前 是闻到隔壁的 吃肉口的时候同样会存在 在鸡皮和表面 有点焦焦的 好多,如果吃结果不够 过了就会焦焦 中间的状态 不是爽口的鸡皮 又有骑友 因为蛋白酱汁很苦 你的鸡肉味也会有 这个吃饭 吃起来香 最好吃的就是给它 大家都知道,按照我的宗教信仰来计,我是不吃青菜的 更何况在节目中吃青菜,也不会太多 刚才去厕所,真的看到有片菜园 试试 再吃这碗油蜜菜,你会觉得很好吃 豆豉鲫鱼的味道和鱼炸鱼的味道很好 很长 这碗油蜜菜的甜味,真是比较浓 比较浓,比较浓 比较浓 比较脆,有水果的感觉 我对这碗青菜的评价很高 但我认识,应该能够到菜地之后 我心理作用有些心理暗示 这碗油蜜菜 一开盖,库仔都觉得 一开盖,用眼泪是看不到的 闻就不出一会儿 无论是质感和味道 都有鸡肉的食感 刚才有那种质感 很漂亮的珍珠米也好 也没有它那种滑溜 甚至是炒饭的味道 油浸过米,或者包的味道 后面会滑溜 有点甜点的味道 比我们吃白切鸡的鸡味更加难以触摸 鸡油饭可以做到有鸡油香 鸡油饭是特别煮的,在外面很难吃 不是鸡油饭,是黄金鸡油饭 不是,那些叫海南鸡油饭 我们这些是胡椒鸡的鸡油饭 因为做鸡,我们最早期在河洞桥底 做了十几年,后期搬到我旁边 然后现在,11月15号都在地上 我是这个村子的人 所以用地上来釀鸡 我口问句都发了答 我们现在的村民 恭喜 你说啥啥的说话,在广州哪里可以吃 珠光鲜承 我也吃过遮阳鸡 红火器可言 所以现在来到这里了 真的给了一些俾鸡 然后真的 刻意烈的俾桥鸡 吃起来 就如隔壁那位大佬说 是零食不同 我觉得整餐饭的都是说 我们的先辈可能用了几代人的时间 要从农村搬出城市 但是住了城市 请记得,姚大秋带全世界的人